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曾珍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始焦点 港股昨日期指结算走弱 但是横止守住十天线不失 革望美股显著反弹 港股近日有望靠稳 内地股市连跌三日之后 短期走势惹关注 各晚美股结束两年跌大幅反弹 道指升225点 报17416点 标普500指数升近1% 报2021点 纳指也升近1% 报4683点 有约汽油一度跌穿每桶44美元之后反弹 另外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至26.5万 创14年来的新低也利好大势气氛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4637点 较周四本港收市高出41点 内地股市连三年跌 而上证终止破镜下方的30天线 短期走势关键 将左右港股表现 今天的焦点板块有客王股 阿里巴巴昨天晚上的股价大跌8.8% 收报89.81美元 公司公布第三季度多赚25% 但是期内收入差过市场预期 加上阿里近期与内地工商局就假货问题之争 也拖累股价 留意科王股今天表现 腾讯ADR隔晚收报134.57元 较本港收市轻微低0.03元 那么今天大盘趋势又是怎样呢 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连线 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经理黄岳女士为我们做出分析 佑敏您好 您好 曾珍 那我们也是提到说有消息啊 就是说到这个外资借到护股通 是有抢筹A股啊 所以昨天就有消息说呢 A股是在临近尾盘30分钟的时候呢 有30亿的资金涌入啊 你怎么看好A股方面呢 A股的话 由于今天也是1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呢 A股大盘当前就是昨天收市点位是3262.3点 比本月开盘点呢 是3258.63 仅仅高出不到4个点 这意味着只要今天市场是平稳的运行的话呢 1月份这个月线图仍然是有机会录的一个阳线的收报 那么一旦收报这个阳线的话呢 那么A股大盘将会走出一个月线的九连阳 这也意味着就算市场进入一个周线的调整 但是在月线九连阳的一个提振之下呢 市场也会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大跌的空间 但是呢 如果今天收这个阴线的话呢 那后市市场有可能在内空因素重压之下 展开一个月线的一个调整 那样的话呢 A股市场可能会向3000点附近去寻找支撑 那说完A股来看港股啊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阿里近期呢 与内地工商局就窄货问题 也是拖累了昨天的股价大跌了 那今天呢 客王股方面 比如说像是腾讯方面你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腾讯今天也是受这个消息影响啊 也是大跌的 但是阿里巴巴上级营业收入呢 深复是未如这个市场预期 股价明显回处 但是由于阿里它这个业务概念独特 设立也较广 即使它业绩不佳 也不一定会对本港的这些客王股 构成一个压力 因为本港上市的比如说腾讯啊 还有其他的客王股都 是以这个硬件或者是软件业务为主的 与阿里的差异性比较大 所以呢 阿里巴巴这个业绩是否理想 与本港这些客王股 总是没有太大的关联 反而建议呢 可以趁低去吸纳 好 谢谢幽敏为我们做出段分析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涨1毛5 中国移动跌1毛 建设银行跌1分 工商银行跌3分 中国银行涨5分 港交所涨4毛 中国人设涨2毛 友邦毛险涨5毛5 腾讯控股跌4块7 金沙中国跌4毛 长江实业涨1块5 新鸿基地产涨5毛 舅龙舱涨1块2 中国海外涨1毛5 华人之地涨2毛5 中海油跌6分 中石油跌2分 中石化跌3分 昆仑能源涨2分 中国生化涨2毛 关注完股市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有哪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继南北车开始合并之后 与高铁同属出海重点领域的核电 也将诞生新的巨无霸 进入2015年 我国核电领域动作不断 有媒体从多个渠道获悉 今年1月初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的合并事宜 获得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1月2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核电等中国装备走出去 昨日下午 中国广核集团还和法国电力公司在京 签署了核电站设计领域的有关合作协议 一系列动作表明我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步伐进一步加快 针对国家核电和中电投的合并 业内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国产三代核电的研发技术 与核电牌照资质的融合 未来国家核电更有望借助中电投的平台 将核电资产整体上市 夏米大学能源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林博强表示 目前国家核电的CAP1400由于技术方面还需要完善 因而迟迟未能落地 两者合并将有望加速以技术成熟并且落地开工 届时国产核电技术走出去 将生产华龙一号和CAP1400两件利器 正当雷氏创始人员CEO吴长江的行事案件进入敏感时期 昨天下午雷氏的民事代理律师中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言 在雷氏大股东德豪润达的珠海总部 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闻进行了回应 张言表示惠州公安部门对吴长江一案有管辖权 雷氏董事会去年罢免吴长江CEO职务合法 至今雷氏没有收到吴长江指控雷氏程序不合法的法院传票 此外吴长江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的担保行为 并不等同于购买理财产品行为 而吴长江的代理律师雄志1月29日上午在接受访问时也说到 对惠州公安部门对吴长江一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最近准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国际油价2015年走势逐和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预计今年国际油价总体水平较2014年大幅回落 WTI原油年均价在55到65美元每桶 布伦特原油年均价在60到70美元每桶 该研究院在2014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当中指出 全球油气行业进入新的调整期 国际油价低位回稳年内走势前低后高 尽管没有做出何时触底反弹的预测 但作为中石油的智囊 该机构的测算结果仍然比一些国际投行稍显乐观 近日内信将2015年布伦特原油价格预估自75美元下调至58美元 马克莱也将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预估下调至44美元 高盛总裁甚至称油价还会继续下跌 未来可能跌至30美元每桶的水平 报告也认为2015年世界石油供需仍将维持宽松态势 基本面不支持油价大幅反弹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预计今年非欧佩克国家的日新增供应量 将继续高于世界石油的需求增量 这些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北美页岩油 加拿大油沙和巴西深水石油 作为香港最大的地产商之一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在内地拓展的步伐也在加快 日前九龙仓集团的执行董事李玉芳 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预计2015年该公司在投资物业这部分的收入增幅会达到30% 主要贡献获来自于成都国际金融中心的经营 成都IFS位于春兴路、红兴路和新商圈 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60亿元 76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涵盖了旗舰购物中心、超甲鸡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及高端服务室住宅 于2014年1月开业 李玉芳表示成都IFS只租不卖而且自行运营管理 该购物中心的所在地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 生意气氛和人气都很好 他表示这块地是在七八年前开始看 地块很大又在核心区 类似这样的土地无论是北京或者是上海并不容易获取 所以九龙仓决定拿下 近日时代万恒发布公告称 公司持有百年人寿一亿股的股权挂牌 出让公市期满意向受让方为大连万达集团 交易价格为1.225亿元 实际上这并非万达集团首次接触百年人寿股权 有媒体注意到万达集团也是2014年6月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 国电电力转让的百年人寿一亿股股权的受让方 当时的转让价款同样为1.225亿元 这意味着万达集团持有百年人寿的股权比例将超过5% 时代万恒表示出售百年人寿股权是公司整体战略的需要 时代万恒原始投资成本为1亿元 持股比例为2.83% 本次股权转让后 时代万恒将不再持有百年人寿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产生投资收益2250万元 据介绍这项交易尚未签署转让协议 上区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好了以上就是由小财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护港股市开始通 谢谢观看 请留意其他节目